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要小聲一點 好好好,小聲一點 因為這邊應該是神社 我們現在在宇治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就是 抹擦的城市 我們剛剛在路上其實也有看到 抹擦角 然後抹擦章魚燒 章魚燒,很屌 章魚燒真的很屌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來這邊的重點呢 我們是要拍著黑仔熊 找到的一個東西 世界遺跡,叫做平等院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發現呢? 它好像維修了4年 還3年 然後最近就剛好這一個月左右 開放了夜間參觀 而且又剛好只封夜季 那封夜季呢,看起來就是格外的漂亮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時間是 6點41分 那可是因為呢,維修很久了一陣子 然後又是第一次開放夜間參觀 所以排隊排了非常多人 對,而且你們現在有沒有看畫面的背後 其實這邊還有一間 就是Starbucks 在下面 也非常的漂亮 超美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繼續排隊 那待會呢,我們就會帶大家進去看看 究竟平等院夜間開放之後呢 是一個什麼樣的樣貌 那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會帶大家一起去試吃看看 魚字抹擦 我要吃抹擦 餃子 抹擦餃子 我很想吃 然後還有抹擦當眼熟 好不好 很期待 很期待 那我們就待會看看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開始了喔 開始了 我們排了大概20分鐘 快30分鐘 快30分鐘 我去不要拍我啦 還會拍 超漂亮耶 這個真的好重啊 天啊 我們剛剛排了大概就是20-30分鐘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它感覺有設定一個路線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直在 楓葉群中間呢 一直繞來繞去 一直繞來繞去 然後做拍照的動作 記得好像要付錢進去 要付錢才能進平等院寺 對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是免費的 然後他們就有安排了一些動線 非常非常美的 封面 這個應該是我第一次 看到這麼多封面 好紅喔 天啊 好 各位我們現在 排到了這個平等院寺的正門口 就在後面那邊 然後 然後旁邊這邊呢 就是售票庭 它其實就是 排了一個很長的動線 它就是 繞過來 然後再繞過去 所以大家看到旁邊的這邊的人呢 都是 排隊要進去 買票 進去平等院 所以待會我們也會繼續在 往這邊 一直排一直排 排到後面 然後進去看看 裡面到底 變成什麼樣子 蠻期待的 但我更期待 抹茶餃子 沒有啦 都很期待 各位 黑子熊說呢 在這個裡面 有很多個很漂亮的點 然後後面這一個呢 是其中一個會有倒影的 看這邊就有了 你看前面那個樹葉的倒影 這邊也有 所以這邊也會有很多倒影 所以很多人都距離 這邊真的超級多人 好可怕 全部人都在拍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倒影 大家看前面 這邊 前面 看這邊 這盤應該是最好的拍攝位置 看我的手的地方 這邊 看得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 這邊是最佳的拍攝位置 所以全部的人都聚集 在這個地方 後面這邊也全部都是人 好 好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逛完這個平等院室 然後繞了一圈出來了 整體來說呢 算是蠻值得來一趟的 因為我其實本身並不是那麼的對 像廟宇啊或是寺廟這樣子的建築物呢 非常有興趣的人 但是 其實裡面的景色真的有讓我驚豔到 它裡面 其實最最最最最主要的 應該就是 大家會想要拍攝 在平等院室中間 那個應該是主要廟宇的地方 然後還有它旁邊 跟那個河水的倒影 一起的合影 那邊是真的可以拍出非常非常漂亮的畫面 所以在特地幾個點的河岸旁邊 會有特別特別多人 集在那邊 那在中途呢 它還會有一個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呢 裡面是放 這個平等院室 它的歷史 以及他們在整修過程中 保留下來的東西呢 都展示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歷史保存的動作 黑仔熊覺得怎麼樣呢 比起剛剛怎樣 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這邊只有八度啊 八度 八度 不過我覺得 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 大家來要注意一下 就是還蠻黑的 嗯 大部分地方 它打打 可能是為了景漂亮 所以它的光並沒有很足 然後地藏是碎石幹嘛的 所以走路要小心 也許有個人蹲在你旁邊拍照 你根本沒注意 因為石蓋朝它的胎 它好像頂下去 頂下去 它剛好出去就是拍書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帶大家看完 楓葉 非常漂亮的楓葉跟平等院室 之後呢 接下來 帶大家來吃 這個抹茶餃子 跟抹茶章魚燒 但是大家可能想說 欸 怎麼天亮了 因為我們晚上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太晚了 然後原本這家 原本要吃的這家店已經關了 所以呢今天我是特地再搭車過來 宇治這邊呢 再把這個東西給吃掉 而且除了抹茶餃子跟抹茶章魚燒以外呢 我還發現了一個這個 京都限定的可口可樂 不過我覺得它應該其實只是可口可樂 但是它就是包裝長的不一樣 應該就是這邊 這邊有京都兩個字樣 然後 有一個穿著和服 其實蠻好看的 說實在 整個整體上蠻有設計感 很有日式的風味 但是 應該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可樂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京都的味道 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馬上來吃吃看抹茶餃子 給大家看一下 顏色 非常 非常非常的抹茶 但是 不知道呢 實際上它吃起來 會不會有抹茶的味道 但是它另外呢 有給我們這個 抹茶粉 這個抹茶粉呢 應該是可以直接沾著來吃 我們直接來 吃吃看 它的餃子好吃 但是呢 沒有抹茶的味道 我發現它那個不是抹茶粉 我剛剛吃了 它雖然是綠色 但是它是鹽 有加了抹茶粉的鹽嗎 所以呢 它這個餃子其實並不是沾著醬油汁 是沾著它給的那個 可能是抹茶鹽的東西吃 其實整個餃子呢 是好吃的喔 但是呢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抹茶的味道 除了它的皮本身 是抹茶的顏色以外呢 應該沒有任何 跟抹茶有關係的地方 再來呢 是抹茶章魚燒 其實它所謂的抹茶章魚燒 應該就是 它上面的那個美乃滋啊 大家看 是綠色的 它應該基本上呢 也是沒有抹茶的味道 只是它可能有加了抹茶的 什麼東西 然後讓它的顏色變成 很像抹茶的顏色 嗯 好吃 但是呢 就是沒有抹茶的味道 給大家看一下剖面圖 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 嗯 真的好吃的 章魚燒 但是呢 它的上面的這個 綠色的美乃滋啊 基本上 沒有 抹茶的味道 它主要的 味道來源呢 反而是 就是來自 就是咖啡色的那一層醬 然後重點是它的章魚很大塊 很有嚼勁 好不好 我在意的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東西呢 是好吃的 但是呢 它其實應該嚴格來說 可能跟抹茶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應該是說 它可能是在它的醬料裡面 有加了一點 抹茶的原料 讓它的顏色 趨近於抹茶的顏色 但是 實際上 在你味覺上面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 它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章魚燒 跟還不錯的餃子 最後呢 我們來喝喝看這個 京都的 可口可樂 估計 應該是 一模一樣 好 好 好 果然一樣 有架子 有架子 我去吧 你快點 我們來看 有架子 這個階段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